一个寺院有一个小和尚 非常顽皮 不守戒律 晚上总是翻墙 到外面玩耍 老和尚听邻居多次说他这事 一天晚上 就走到寺院墙边等着 过一会儿 果然看到小和尚 亲手亲脚 带着椅子到墙角 翻墙外出玩耍 老和尚摇摇头心想 是个小和尚 就坐在椅子上 等小和尚回来 小和尚玩累了 顺原路翻墙回来 一猜 椅子怎么这么软 一看老和尚坐在椅子上 吓得浑身发抖 不知道会怎样惩罚他 老和尚摸着自己被踩痛的肩膀说 孩子 天气凉了 赶紧睡觉吧 小和尚 一下子脸 红到耳根 以后 以后寺庙再没有人随便外出了 人的慈悲心 包容心 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心转换意念 会让我们的慈心结出更丰盛的花朵 大度能容 容天容地 拥有宽旺的胸怀 才会拥有来自心底的快乐 宽容 无计较 个人得失 胆薄名利 去除私心杂念 以众生的利益为重 家和万事心 爱护国家 才能有大家 希望大家 一定要爱护每个人的身体 因为身体 是父母给的 如果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就是不孝顺 如果不爱护好自己的慧命 就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